如是可聞 今次我們講禁忌 Taboo 天下間實在有太多禁忌 什麼都有禁忌 禁忌陪你長大成長 有民有生有人類就有禁忌 有權力的操控才有禁忌 不緊要繼續 電視台都經常出錯字幕 還有說錯的事情 你知道逢是 Sigman Fry有本書叫做Taboo 叫做禁忌 但他一定要把圖騰 圖騰與禁忌 為什麼要說 原來人類最早的原始人 就因為他當自己是一個 某一種動物 或者是某種象徵的後裔 中華人說是龍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剛才我們在禁室裡也有個說法 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依賴 你不是說過 到最後沒有了寄託 沒有依賴 他不知怎樣做 我知道這個明白 但沒理由是動物低級 為什麼呢 因為那種動物真的高級過他 因為他受不了他 受不了他 譬如是龍 他覺得幻想出了一件事 是可以製造他的 如果那裡是紅番 或是印定外人 很多時候 他的圖騰是一個大紅人 或者很多古靈精怪 你看到那些大樹挑了那些 是有些超自然力量 因為他崇拜了那樣東西 我覺得是不滿足而已 他也相信這隻紅沒有自己那麼聰明 但他體積又大又很力 他也很力氣 還有一件事 中國人也有 就是買你怕 我孫群已經尊崇了你 我買你怕了 你做大哥了 你又不要來搞我 你不要搞我 兼不保護我 是幾件事 黑社會 是黑社會 拜志投 將他自己的願望 承真 要自己是他後代的話 中國人選擇一個完全是虛擬 一個神獸一龍 但譬如你說蒙古人是狼 是狼 狼是真的 狼是真實存在的 但蒙古人他為什麼會選狼呢 他是一個又愛又恨的關係 即是他跟他在草原上面 是相互生存的 互相需要的 狼道騰說這件事 是狼道騰這本書 我覺得是很精彩的 但當然最近這幾年 被大陸翻拍了做電影之後 是一場極大的災難 你有看嗎 有 很差 我還想看 千萬不要 但拍得很漂亮 如果要看畫面 如果要看畫面 因為整部電影都被罵到 他不是利用了這個故事 來曲線地稱讚共產黨 不是 他把裡面所有政治元素都抽走 這本書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他講民族性 他講中國人的民族性 以及蒙古人的民族性 為什麼中國歷朝歷多 你講到自己天下第一大國 央央大國 央央大國 中國世界中心最大 是你這麼厲害 為什麼你會多獲給那些 外族 外族 還要低等過你 又小又少人 又沒有文化 又沒有文化 被人抽低 十個打一個都夠 為什麼 他的本書就解釋了這些 但他都拍不到 完全不說 所以不是說這件事 主題不是說這件事 直接沒有了 其實就是借本書 其實就是 對 根本就是 他裡面 為什麼狼圖騰這麼厲害 他是將他自己 姜蓉的作者 他當年住在蒙古的經驗 他看到蒙古人和狼的 色色相識 色相識 星星相識 其實他是破壞他們的羊群 殺了羊 擔走那些 羊的正是中國人 就是華人 Exactly 難怪我看 他聯絡到這些東西 難怪我看馬可波羅的電視劇 現在還在做 他也有一場說說大漢 特地帶馬可波羅上山 大漢獨小漢 就看著那些狼 給他一些指示 那些狼 馬可波羅是個外國人 愚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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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 他們真是真事 即是崇拜狼 是真的 還有他們看狼 雖然他們應該很討厭狼 如果以中國人的雜星 已經會趕盡殺 應該去賺錢 Exactly 羊群是蒙古人的命根 他穿的衣服是羊毛 羊煎 羊肉 羊奶 他整個生命是奶 他沒有錢的 他不是講錢 他靠羊 所以他們覺得狼對付羊最厲害 等於教了他們怎樣生存 蒙古人在狼身上 除了憎恨他之外 他也看到他們團結 聰明的地方 有策略 對的策略 團結性 即是他們可以捕在雪地裏 三天三天不動 完全不動 可能在那裏賴 照樣不動 他就等於有羊 經過 經過 或者起床 柯尿 他裏面有一個篇章 他講得很好 他就說一羊吃完草之後 會圍在一起睡 大家圍著 暖一點 如果狼衝進來 他們會馬上四散 讓狼捕捉不到 但是聰明的羊 上了年紀的羊 走去睡覺之前 一定會餓飲料 餓飲料之後才去睡 但有些羊仔 小時候懶 吃完午睡著 半夜三更就要起床 餓飲料 他一走出去 狼等了三天 就是等這個機會 就是領導人的兒子去炒飯 明白 他補充了狼圖騰 為什麼圖騰要跟禁忌一起說呢 原來有一個原因 因為你有了圖騰 即是說你有大哥 你有了保佑者 有神主牌 宗教就叫做轉寶 即是天主教 有人照顧你 這是照顧你的形象 像是icon 但是因為要照顧你這個形象 你自然就會引致很多 幻想也好 真實也好 他是不喜歡的東西 這些就是一個taboo的起源 一個禁忌的起源 原來他是不喜歡近住一些髒東西的 使他不能在他旁邊 這跟衛生有關 這跟衛生有關 但那時候不算這些 是算他的觀察力 知道原來任何能力 他有些東西都不喜歡 因為他異人化 他就已經知道 如果我當了探者是大哥 你照我的 我就一定要知道你有什麼不喜歡 原來你不喜歡吃辣的東西 於是辣的就是我整個民眾的禁忌 我知道你不喜歡什麼 或者我要你寬心 但是這些真實現實世界都有人是這樣 是啊 即是那些大老闆穿鞋子那件 最了解不可以說這些不可以說這些不可以說這些不可以 所以這個 中國式的奴才學 所以陶藤與禁忌一定是有陶藤 然後就有禁忌的產生 其實陶藤會帶動到一個文化 因為他一直隱身是一個文化 找大哥 誰照你 但是我多欣賞我舊老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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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說 崩口人記崩口話 這是禁忌 這是禁忌 例如 矮就怕人說矮 光頭地中海就怕人說頭髮 對 主著和尚不能鬧通路 對 還有什麼 很多 譬如你美女就說,大家跟豬扒吃飯,你不要叫我豬扒 不然那個人就見到你,豬扒只是說這麼多 很多禁忌,太多禁忌 尤其是有個親戚,她老公因為滾,然後離婚 拜年的時候就不准說某出電視劇 因為那個角色,以前的人看電視劇就當成了生活 我忍若記得剛才那幾集,老公除了滾,還打他老婆 不要說這個電視劇,免得不開心 引致到那個聯想,再簡單一點就是那個新年 中人新年要大根大理農業社會,就要子孫槍城,要豐收 要不要長壽,不要那麼早死 連打爛碗碟都不行 要喊一句什麼,我們可以回府永華 隨隨平安 我們說死穴,你不要篤證死穴 我們說貼地,我現在才想到一個例子 就是我真的很妙 明明那個胸就要說個吉字 我都不知所謂,那你不如廢除那個字去吧 那又不行,那他真的有個空屋 那有什麼問題呢? 現在不說空屋的 就是了,我真的不知所謂 本來那個胸就是NP,但他就當作同樣的 都不行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反智 不是反智的 我覺得極反智的 不只是反智的 中國人很多這些,譬如我們說豬潤 為什麼潤呢? 潤是什麼? 潤本來是乾的 你的荷包很乾,我就潤他了 原來是這個意思 你不知道嗎? 難怪他叫豬肝,不叫豬肝 不叫豬肝 不叫豬肝,叫豬潤 他潤,要潤的 今天開始叫豬肝 如果你說豬肝,就被人說你大陸化 是啊,現在大陸就無神 原來是這樣的,我們就崩潰 你這樣想下去,我的東西 因為你一定要豬潤 因為荷包乾不得潤 所以要豬潤 真的很脆脆 很脆脆 之類 新年也很多 大年初一 不可以睡覺 不可以洗頭 不要掃地 不要掃黃金酒 你聽過很可憐 那些菲蓉姐姐,隱蓉姐姐 她不是你的科 她不懂 不是你的桃騰 她初一睡醒洗頭 被老闆炒 直接炒 炒 可以告到甩褲 不是吧 我之前請過一個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她初一洗頭 就是你炒了她 不是我 她媽媽 她媽媽 她不會的 我不會的 我不會洗得夠 我現在的姐姐很好 我一個人是印尼人 那天我敲門進去 看到她在那裡 我說對不起 你正在念經 我立即關門出去 第二天問她 你這麼晚會念經嗎 她說不是 我睡著了 那你不用念經 然後她說沒有 我沒有念 念經要穿白色袍 念經要在印尼才會念 五次 五公 我不知道她是穿白色袍 我說你為什麼不念 她說以前的老闆不讓她念 唉呀 真可憐 我說這樣也行 你不相信就不要相信 你不能搞別人的宗教 有很多人 如果說到印尼的姐姐 那些副主席很糟糕 我真的說了一件事 很感動 剛才說的不是另外一件 另一件更感動 我媽媽進去醫院 她進去醫院 之前進去醫院之後 醫生說不要緊 放回去走 但其實她的心臟有點危險 可能沒有位置 她突然發現 我家裡的姐姐 晚上喝咖啡 她說為什麼要喝咖啡 她說沒有 因為我不想睡得很軟 怕她 我媽媽掉到床 真是聽到這些 我偶爾覺得我真的不孝 我都不能夠做得到 這些事情 我偶爾覺得我真的不孝 她竟然是這樣 她曾經睡得不塌 她害怕你 真是很感動 真的不孝 我全家都不孝 人性的光榮 當然是光輝 所以這個時候突然間很阻礙 我覺得不要歧視不同宗教 譬如他們是穆斯林 其實我認識很多人 是很好的 很友善 他們是服從者 其實穆斯林的意思 是順從者 我覺得他們是受害者 那你看看怎麼看 如果你看《可蘭經》 你會發現 他是很嚴格地要求人為善 大家不要翻譯文 雖然不夠翻譯 別種語言 是法西斯人 你不翻譯七國 你翻譯七國也不用 我們沒有這個罵刀 你也不會引致到他來殺你 不會的 你放心 不夠班 你還沒夠班 你翻譯十九就可以了 別逆我們 所以禁忌一樣 每個文化都不同 但是穆斯林也有他們禁忌 有很多 很多 不能放棄你 上次你說熱狗 有一個讀穆斯林小學的朋友 他又回覆了他 他說他讀這麼久 可能已經沒聽過 九是一個 我知道 但是你也知道 牧師有不同的派系 這可能是馬來西亞的禁忌 我看新聞 他說是跟宗教有關 可能他們自己再去 所以他要表達其他東西 你知道 常常都假傳聖旨 全世界的奴才都喜歡假傳聖旨 還有一個就是 還有拿華語權 解釋權 釋法權 要拿這些東西 一聽到釋法 你明白了 證明了 我們還在學習 這個還有 因為每個宗教 如果宗教的禁忌更加多 因為宗教一定要很純正 如果不純正 譬如我舉個例子 為何叫做新約傳書 聖經那本叫做舊約傳書 我很後耳明的傳字 這叫做鬼魄尾枕 不是 即是說其他的都不是 我這裏這個版本已經是最純正 就是鬼魄尾枕 沒錯 這個傳字的意思 就是其他多一隻字 不少一隻字都不行 因為不正確 為何有一個傳書 因為他曾經排斥了很多其他聖經 他有很多在三世紀、四世紀的時候 他曾經開過很多次 譬如是來三世紀會議 也決定了教義是怎樣 一決定了之後 打贏的那些 即是聖者為王 沒錯 即是後來的教皇 總主教 將打贏、講贏或失敗的 稱為二端 所以我要再跟教徒說一句 不是代表我 這個不是神默事的 他扔走的是一個人的決定 但他們認為是神默事他去扔走的 但連那個人也沒有說是神默事他 是鬥輸了 譬如來到中國的聚大教會 就變成警教 所以聖經說神所默事的 包括他扔走那些 這才是真正的現實 聶師脫離 那個老友就因為主教鬥輸了 所以被人逐出教會 逐出教會之後 就來到中國 他的弟子 就成為了中國的第一次 二端邪說入侵了 中國在唐邪的時候 就成為了警教 但二端是否只有中國才扔邪說呢 譬如猶太教會不會 都是二端邪說 只要你一言堂一定是這樣 一言堂你不是我的 就叫做二見 就是邪說 現在我們不是叫二端 在政治就叫做 二見分子 就是劉某某 為什麼你說知道 你得到諾貝爾獎 你仍然要坐牢 因為你是二見分子 不如他這麼說 是沒有必然的 你得到獎 不是代表你不用坐牢 沒錯 那就更專業 你二見分子 所以如果在西方教育裡面 是異見 他現在不是揭乾取義 透過討論 大家可以多了解 為什麼意見不同 要坐牢 因為他是二見分子 所以如果你說二端邪說 就比較明顯 你不要假裝有型 為什麼會有問題呢 因為跟他的教義有質疑 你不是那個教義 質疑都要死 質疑 質疑就是二端 質疑就是二端 更大罪過殺人 你不相信 多嚴重 你不相信 你真的挑戰他的權威 這個才是最終極的底線 你不服從最後 即是得罪方丈 比你打傷十八童人 沒錯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禁忌 在宗教上有很多禁忌 政治也有禁忌 宗教也有禁忌 性也有禁忌 這三個 民間也有禁忌 這三部東西是最大多 最激 其實說禁忌 我們可以說七七四十九集 說一年也可以 不同題目說一集 是很厲害的 不如講到大家的經驗中 因為我讀中學的時候 已經有些新移民做同學 小時候就有大陸的新移民 他們沒有什麼禁忌 因為無神論 什麼都可以 總之 他們可能覺得香港人多禁忌 對 但是讀中學的時候 有泰國的同學來了 他們不讓人摸頭 為什麼呢 泰國人不讓人摸頭 覺得頭是神聖 泰國不讓人摸頭 我不知道 印度人一定 很多印度教的頭是神聖 所以 他不能剪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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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頭髮就是遮住 那個是神聖的地方 難怪泰國剪頭 就是要復仇之前 我看電影 看印度片 那些大的奸角 和很有爭戀性的角色 在復仇之前 要全看頭髮 代表跟你分開 也讓觀眾覺得這個人 很不少 具體表明 沒錯 所以很多禁忌 宗教上的禁忌 現在我們看上來 就覺得很好笑 譬如 鬼也是禁忌 鬼 又不能曬太陽 不是啊 很多很好笑 如果在床下 你上床的時候 拖鞋不要這樣 十一字 要入字 或者是八 或者是聖杯 如果不然 鬼就會這樣 跟著你上床 救命啊 我很羨慕 次官那些同業 編劇其實可以 改變整個社會的風氣 沒錯 尤其是迷信那些人 你亂說 他又真的相信 就變成永遠的現象 而且淘寶也越來越多禁忌 你知道嗎 淘寶 無限的 我都覺得禁忌 不如說一下電影 產生出來的人 以為是真的禁忌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薑絲羅蜜 薑絲羅蜜 這些禁忌 是源於那本筆記小說寫下的 他最初第一本 我們拍鬼打鬼 是第一個殭屍片 小弟有份和熊金寶 在韓國日頭的時候 在酒店搭 晚上的內褲洗了 所以不離開 不離開 是日頭搭 是日頭搭 晚上不穿褲 所以在酒店不可以出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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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鹹蜜 我只是說風俗 老闆你買了次官 當時去到那裏真的要洗底褲 是呀一定要 是不是 你去韓國人 為什麼第一件事要洗底褲 因為所有韓國男人去那裏 都讚賞韓國女人幫你洗底褲 我聽到就是聽到這件事 去酒店怎麼會有女人幫你洗底褲 那你買了次官 我講小學我怎麼知道 次官剛才是頒頭的 我一准再介紹 然後這些筆記小說裏面 是聽一些人回來講的 筆記記回來 那時候很嚴謹 找很多筆記小說裏面的情節 不是作的 是跟著 譬如說台灣叫做忍住氣 不要被殭屍聞到 不要被殭屍聞到你的氣 這個也是一個迷信 也是一個禁忌 但是也是抄治一些筆記小說裏面 是不是跟動物有關的 這個 紅酒過來問你 忍住氣 這個問題就是因為 中國人當了呼吸的氣 就是生命的所在 西人認為血就是生命的所在 所以我們說死是斷尿氣 鬼人不會叫斷尿氣 沒有斷尿氣 沒有密薄 或者鬼人覺得一個人流血就會死 所以血是神聖的 就是他學術的唯物主義 所以耶穌最後就是 喝這個葡萄酒就是我的血 等於你把我放進心裡 這個就是吃我的 這個餅就是我的肉 肉也是 肉 但最重要是生命所在就是血 中國人是不會的 所以鬼佬的吸血就是吸你的血 就是拿了你的命 就是在你的生命裏面 補充我的生命 血就死了 中國人也是吸血 所以要爭氣 吸血不會吸你的血 都有 吸血也是吸血 但主要是吸氣 你看到人家來咬你 鬼更加明顯 但那部電影不是因為 是怕被你發現的 怕被殭屍 他兇了你十分 兇了你 兇了你 你也是沒有生命的 你沒有生命就一樣 他就不會傷害你了 要不然你有生命 就是這樣來分辨你的目標 沒錯 這些都是一種傳說和迷信 其實這些傳說和迷信 或者一些編劇 影響到軍火箱 沒錯 因為他追蹤一些目標 是靠熱力感應 靠不同的感應 可能因為小時候 軍火箱設計師看過薑屍片 有熱力的就追 我確實是現在的國家政策 南韓政策都受了一個影響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鬼或殭屍 或吸血鬼這麼吸引你呢 就是因為他多禁忌 而有禁忌 就是有解禁忌的方法 觀眾就看禁忌與解禁忌之間 都是出自好奇的 譬如舉個例子 吸血鬼最怕原來西方有宗教的邪教 聖水 聖水 有十字架 有神父或者牧師的銀釘 銀釘 蒜頭是否就是那種 蒜頭是來自東歐最遭的民間傳說 沒有宗教含義 很多宗教含義是因為 另外一個圖騰的上帝 我說上帝是圖騰 很多人會討厭我 表露了我七彩 我當神話 這樣就可以制服了這種 我當笑話更差 我當神話 他就可以制服了他 其實這就是一個 一物之一物的圖騰 其實某程度就是 等於那些鬼佬來到香港 你拜神就拜神 要不要出錢給別人打 他也是想他的伙計 他未必是信的 我想很多宗教背後 都是在地方上 看到那些人這樣做 希望你有認受性更多 都歸納過去 史比往江泥公伍 斬公室 鬼佬警司都在警署拜關帝 但這樣 試想想 如果時な門有殭屍 不是約大從道士去itives 不是道士念咒,而是用盛水灑在殭屍上 殭屍是否怕你呢? 你用十字尖弄在殭屍上,殭屍會不會更慘 其實殭屍也不怕 既然王父可以制止,而不能動,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因為他不是他的科,他也不認識你什麽叫十字尖弄 他那個時候也未見過十字尖弄,怎麽會害怕你呢? 我問過一個專家,郭職場 你說我喝醉酒斷片那一晚,要看電影那一晚 我們有個朋友認識他,就在網上做Live Check 在座很多朋友都問這個問題 如果是中國的文化,能不能夠製造西洋的鬼 西洋製鬼的方法,可否製造中國文化的殭屍 現在的擺魄還在這裏 摩登的侄,他的答覆就是不行 沒有的,因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經濟 他都覺得你瘋了,他假定有那件事 給我再回答都... 當然他靠這樣賺錢 我相信他一定要... 臨時演員都是演員好不好 都要演出的,我很明白 但是他說出這句話,沒有騙你 我因而感覺到,原來每一個不同文化 有每一個不同的圖騰,有每一個文化的圖騰 所以禁忌的東西出於... 後來演化到禁忌,變成迷信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迷信 所謂迷信就認為那件事可以 其實那件事沒有理性的根據 還有雜誘而已 零多信旗有,其實就是雜誘心態 過年初一的禁忌,是不是很荒謬? 大吐婆的禁忌是很荒謬的,不可以拿剪刀 不可以拿剪刀,不可以拿剪刀 不可以拿剪刀是正常的,怕會插到頭 其實大吐婆也不應該走 不要做瑜伽 瑜伽是不夠高危的 大吐婆是瑜伽的 那些是拿命搏的 那些需要先賭立 不用,容易生一些 如果是這樣,大吐婆又不可以拿剪刀 不爬梯就行了,這個絕對明白 但是穿高跟鞋就不是那麼多 又不可以爬高 還有不可以吃蟹 蟹不可以吃蟹 因為太多刺激素 蟹不是,那時候不是這個原因 不准吃蟹,就怕出生的兒子 有一塊塊胎記 蟹本身有很多胎記 那你不要吃花蟹就行了 那吃蟹不可以吃蟹 因為沒有那麼嚴格 吃蟹就沒有問題 麵包蟹也沒有,有雀斑 吃蟹不可以吃蟹,因為生一個小孩 吃牛不可以吃蟹,因為生一個小孩有牛精 真的這麼多 有很多這些 不就是,你講得出來就可以了 不要吃蟹,像綠蟹這樣站在那裡 很多的 任你講,我講一個經驗給你聽 有一個禁忌,我覺得很火滾 對不起 就是大肚子不可以看到貓 當然 不可以養貓 為什麼呢 薑屍翻生 不是,貓的照顧裡面 有一種蟹會令到嬉胎 其實已經有獸醫解釋過一萬次 新鮮的照顧是沒有的 不是,不是 不是,那隻貓這一輩子有機會 不一定會有 有這隻寄生蟲 因為他剛好安排出來 有寄生蟲在裡面生存 就要馬上吞下肚子 那你怎麼會把貓屍屍入口 其實我剛才說過 你是專家 我明知道那些人的迷信 有一次,我突然凌機一觸 不如做個實驗,整理一下那些很迷信的人 因為我當時小弟還在做婚禮攝影師的時候 有一次接到一個命令 就說是在沙田的 在沙田的一些村屋那裡 那村屋要上半個山 都吸氣了 整群兄弟穿西裝 皮底的皮鞋 很要命的 上到新娘的家裡 接新娘 誰知道新娘的爸爸 就摘聖杯 才出門 你說要摘連續十八個聖杯 摘聖杯是可以摘到老禮 有個好處就是 不老禮就摘到老禮 沒有所謂的 即是輸打贏要的 買到贏為止 大家都還沒吃飯 早餐也沒吃到 終於不能吃 等了很久 大家都等到 這麼巧那些兄弟全部都是掛仔 雖然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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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旁邊 等著世伯 摘聖杯 大家都吃飯 很麻煩 很麻煩 即是樣子這樣說 然後我又等到滿 我又很肚餓 我想快走 沒有什麼電池 糟了 你再這樣假髮 我如何拍攝開車 誰知道我突然想到一些 想辦法來戲弄一群很迷信的兄弟 因為他們經常都說到 是懂事 摘聖杯 細巴聖木 真是 懶得這樣 頂你的肺 你是不是真的懂 我心想 然後 搞定 起步 預備走了 我就跟兄弟說 兄弟 如果要好身好運 大家要多賺點 熟羊熟牛熟馬的 向月東面行 風山水起 你有什麼跟隨的 純粹我發脾氣 誰知道兄弟 真信你 你屬什麼 不甩你 總之沒有說 整班橫向著 東面在哪 師傅 那裡是東面 師傅 全部跟著我 橫向走 他說不甩你了 純純陣 熟什麼都看 你不甩你了 最大 最年級的 最多新的 這個師傅就認識 老禮 他沒有走 然後 笑到我 我又不敢 心裡能笑 迷信就是這樣 你這個節目出了 你慘了 很久了 二十年前了 一個實驗 就證明 根本人們是集友 沒錯 你說什麼好信 最重要 這個 你說的道理 就體現出來了 為什麼這麼多禁忌 在一些儀式裡面 這麼重要呢 譬如什麼儀式呢 譬如 結婚 譬如 喪禮 譬如 春秋二祭 譬如 去到 祠堂 或者去到聖堂 神聖的地方 特別多禁忌 因為 因為 知道你有信 因為他們要 祝福大佬 要使得大佬 你的大佬就是 剛才那個 你每一個 桃騰都有一個大佬 你結婚就要有人保佑 你喪禮又要有人保佑 你去到一個 而且最重要是有得賴 你明白嗎 離婚有得賴 因為那天你沒有跟規矩 你就是做漏了一些事情 就是吃減肥丸 你沒有理由賴 你有沒有喝夠百杯水 沒有 你有沒有睡了十二個小時 沒有 你有沒有吃炭水化合物 你是不是吃過你 看完這張紙才吃 所以沒有罪咎 沒有 合約補償 沒有 你自己因為 你去到要在那個圖騰底下 你就要求那個庇佑 所以你就特別多了禁忌 這個原因就很明顯 所以 剛才我們舉了很多例子 全部都是因為那個儀式裏面 那個莊嚴性 你要使得他有莊嚴 使得他有力 你要相信 你要不要問 你要相信 所以他就要加多很多禁忌 來使得整件事嚴肅化 莊嚴化 我們剛才說的是抽象 我們說一些現實裡面的禁忌 好嗎 好 養貓是否有禁忌呢 探長 養貓有什麼禁忌呢 不是要想 我就想不到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關窗 這些不是禁忌 這些是禁忌 這些是實際的需要 但也是禁忌 如果你不關窗 你開大一個窗 你就會發現 你的貓就下了街 還要是空降 沒錯 這些都算是禁忌 這些是常識 是由常識變成了不需要解釋理由 就變成禁忌 好些人是不需要解釋理由的 但有解釋理由 有些禁忌是不合理的 有些禁忌是不合理的 你就是告訴一些沒有常識的人 那些人就會覺得是禁忌 因為我昨天才看Facebook 才說每天有五隻貓跌落街 陶傑的貓跌落街 每天都有五隻貓跌落街 平均的 那些人沒有跟隨過禁忌 他沒有這個常識 他覺得這隻貓不會 我覺得你當是禁忌 也很消極 其實應該是常識 很多人沒有 你明白嗎 如果有的話 就不會每天平均五隻貓跌落街 用了一種迷信禁忌 使整個常識有了力量 否則就沒有力量 譬如說 阿拉伯人和猶太人 一出生七天就要割包皮 割包皮 割包皮是在他種族中有重要的事 為何我們都市人不需要七天去割包皮呢 為何不趕呢 為何這麼趕呢 因為他們那裡是沙漠 很容易沙或什麼 沒有傷害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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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為何不吃豬呢 有原因 因為聖經利未記 都說了這些 其實後面有根據 因為如果你的豬覺得是污衛的東西 因為在那個地方 第一很少養豬 是養和牛 而且那時候沒有微生物學 對 沒有微生物學 如果豬一定是瘀地 亂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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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要涼快 要用泥 亂吃東西 所以當它是很髒 但如果你說 現在來說 你吃瑞士豬 日本豬或日本豬 是比你吃任何的肉 你看瑞士豬 是同人睡的 那些斑點豬 寶寶豬 寶寶豬是同人睡的 但又殺了它 很慘 今晚才吃了 我在這裡做了 瑞士豬 今晚做西巴拿豬 西巴拿豬 那些是同人睡的 很有趣 可以很乾淨 但在那個年代 就很骯髒 說回貓跳樓 貓的禁忌 就是不要開槍 這個探長剛才說 是常識 的確是常識 但偏偏太多人沒有常識 所以才會出這樣的心 我可以解釋得到 譬如我媽媽那樣 我當時自己住 我媽媽回來香港幾天 就來我家裡住 我千叮萬燭 我就不可以開槍 我那些貓會跳樓 我媽媽便呱呱 之後 我翌日上班 回來 就聽到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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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然後我聽聽到窗外面 然後看到我的貓 不是這隻貓 之前已經過了身 坐在花盆裡 整隻都濕透了 因為上面淋了花 便淋到我的貓 坐在花盆裡 幸好有個花槽 幸好有個花槽 reflects她ares應先 Rad bil 있고 在花盆裡面 所以我媽媽就貪圖自己 覺得是涼爽啊 hung 要開槍 還未必要張開牆 從上為何會跳樓 怎麼會這麼蠢,那天回來被我噴到一面屁 因為他就想不到原來貓看到那隻小鳥飛過 什麼東西閃動的東西都不行 蝴蝶、蝴蝶、蝴蝶都好,他就撲了 想不到,想不到,他就不聽你說 剛才我們正在說聖經的食豬肉 我覺得基督徒很聰明,大家都在說那本聖經 為什麼回教人不准吃豬肉,就是因為那本聖經來的 但我想知道回教人是否吃蒼魚,是否吃蝦蟹蝶 蝦蟹蝶是因為他有殼,有殼的食物他不吃 蒼魚有沒有鱗,沒有鱗也不吃 但為什麼只不吃豬肉呢? 豬肉就是剛才說的 為什麼只不吃豬肉呢?幾樣東西都不行 你說回教人嗎?因為神聖 那本聖經也一樣,不是因為神聖,是因為豬髒 他說救過什麼 不是,都是髒的,都是來自同一個尼美 但有很多,是全部尼美經 所以那些人不是叫回教人 但另外的版本說是因為他救過神聖 這個後來很多人會穿著附會 不是宗教,因為主要是那些臭蝶 但如果用我們現代人的看法 其實後面的根據就是臭蝶 覺得他很髒 就不覺得他像其他人 其實羊一樣很髒 不過他經常要養著 牛一樣很髒 印度,印度膠就不吃牛 因為牛在他們裏面是神 很神聖 很神聖,所以不能殺牠 尤其是沒有牛 但老鼠也是神聖 老鼠也是神聖 所以印度寺廟的鼠患很厲害 看那些片段 我忘記了一個印度九隻牛 叫什麼名字 有一個名字 有南帝 那隻牛還要拜牠 這個在聖經裡面也有說到拜金牛 他就是影射牠 他在沿途的時候 有另外一些民族 是不同於猶太民族 即是他看到那隻金牛 他一神教一定要排擠其他的民族 變成那些是邪的 但他又吸收了很多他邪的那些人 那些象徵 變成他的魔鬼敵人 你也明白 你剛才說倉語有沒有倫呢 如果沒有倫呢 放大鏡看就有的 如果沒有倫呢 就一樣 即是輸打贏人要 基督教這些好像沒有聽過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我的姐姐被我害了 她知道了 一直跟她辯論 那你又不跟 那些東西又跟 那些東西又跟 很多錢又吃 又說鰻魚飯又吃 你們全部犯了界 跟你們 牧師說可以就行 你說不行他就照樣吃 就不回這間教會 找一間牧師不會說這些 什麼都可以吃 是啊 因為我姐夫很餵吃的 但又是很虔誠的同事 但是說你什麼都吃 但你又不看聖經 那是很有趣的 為什麼你又不跟 那些禁食的東西呢 而且你的衣服又有皮又有棉 不可以的 聖經說不可以的 一定是一質質地 麵和皮 只皮又可以 只麵又可以 即是不能夾雜的 沒錯 即是他這些你又不相信 很奇怪 即是輸奶贏要 選擇性 選擇方便 是的 或者他說 這個時代已經進步 已經不是那些 不應該再說 進化 但他研究為什麼要進化 為什麼有些東西又不能進化 他又不選這些 選一些東西說進化 很有趣 你的姐姐是否避孕 當然避孕 避孕又不行 因為基督教怎樣 先跟舊教分別 因為連優妻都可以 為什麼不行 對 什麼不行 人家優妻為了什麼 為了生兒子 即是任他說 任你說 沒錯 中國人為什麼 我們民間有這麼多禁忌 因為我們中國人 民間裏面太多老闆 太多大哥 為什麼 因為中國人沒有一個 例如西方 西方有一個羅馬帝國 他統一了歐洲之後 他頒定證教合一 他一定只有一個 如果不相信那個 你就很嚴重 你被人逐出教會 你就不用指望 更慘 現在沒有credit card 你讀書又不行 什麼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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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喊 喊都不行 不如 excommunication 叫做破門律 這個被人逐出教會 是很激 但是羅馬帝國 他不只是統一了 他還因為他維持的時間很久 很久 而你中國不是沒有統一過 你巡迟可以開始統一 但是每個都是二三百年 三四百年 然後又換袋 中間又換袋 類似了很多不同的規矩 還有一件事 就是中國的地理環境 跟歐洲有點不同 中國的地理環境 是多山 多湖 多地方 分隔 所以我們的 dialect 方言特別多 很難統一方言 可以統一文字 因為最後你都要用文字來記錄 以及去稟給上高聽 那你一定要統一 不統一 你有你寫 我說完你壞話 你上下皇帝都不知道 怎麼寫 明明是說你要稱讚他 說就可以了 說就可以了 你的全家富貴 真的開心 你說全家富貴 所以 因為這麼多左隔 所以太多老闆 但是來到香港更麻煩 有鬼佬是你老闆 而且是一個混雜的城市 有北方的大佬 有南方的大佬 有鬼佬的大佬 有印度的大佬 什麼大佬都有 所以理論上有很多禁忌 那時候有國民黨的大佬 有共產黨的大佬 政治有各種大佬 都帶一些他的禁忌 很極端的 所有令人都要預期這麼多 不如我什麼禁忌都扮鬼妹 扮燈燭 這麼受歡迎 因為你沒有一般中國人的禁忌 你夠膽講話 自然溝通的 很簡單 有一個 70年代 或者80年代都是禁忌,原來很多學校是不准你留長頭髮的 男生,女生是另一種禁忌,女生的裙子不准短 男生為什麼不准留長頭髮呢? 因為擔心你像Beatles,因為Beatles是很反叛的 原來你縮得這麼短,分了界,這樣就斯文了 我姑媽和老母有一個說話,那時候我不明白,現在我不明白 他說你叫長毛賊,原來跟清朝那時候太平天國有關 原來那些賊就是這樣,沒有錢非法的 不是,他故意不留邊,他把那些留髮變成慘了 反叛,作反,於是這個觀念,加上其他黑衣,長毛毛髮 有些人也不喜歡,劉滿玉鬚也無所謂 有些議見領袖說,當議員劉鬚就輸了 又可以,也是這樣說法 但也是燈神 這個長頭髮就變成了禁忌 很多學校就找個校長或副校長或主任 站在學校門口,捉你 如果你一量,頭髮長到蓋住耳朵 或者你蓋住三領,就立刻要你去飛法 不然不准你進來 立刻叫另一個同學幫你剪 我就做剪的那個,你做過嗎? 做過 真的這樣揭嗎? 我懂得剪法的,讀書的時候 是嗎?我懂得剪嗎? 初財當藝的探索 然後那些同學說 我以為帶他到外面去飛 不是啊,他知道我喜歡幫別人剪 就讓我不用讀書去幫別人剪法 我跟我說,留三條條例 為何要這麼記憶呢? 我認為校長可能也不知道 總之你覺得這樣有失效益? 我的看法不一樣 當我離開校園之後 我就回顧這麼多年的校規 有什麼改變呢? 原來都是搬龍門的 總之潮流流什麼呢? 就要反潮流 令你好無忍為止 到今時今日,權貴令年輕人不開心 你做什麼要開心的都要反對你的 就表現他的權力 對,中國人就是喜歡這樣 你想想,回顧小學的時候 不准穿喇叭褲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流行喇叭褲 然後到中三、四 你穿喇叭褲的那些 真的不准穿喇叭褲 就不准穿喇叭褲 因為那時候Grease之後 Saturday Night Fever Grease是兩回 就是剛剛的昏水靚 Saturday Night Fever 更流行喇叭褲 但一過之後 到Grease之後 沒有人穿喇叭褲 他就修例了 釋法 又說不准穿喇叭褲 總之目的就是要你刺 要你刺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掌握權力 我說的財算數 你們不要自動有自己的主意 沒錯 我一定要控制到你 沒錯 我能夠鉗到你 控制欲 就是權力欲 要你不開心 就是他的權力 要開心就是人的天性 我現在明白了 為什麼有些人 做領袖 是要使得別人不開心 原來他是要掌握權力 但這些 我們中學就已經明白了 可以有些數字人 在香港 就喜歡令到700萬人都不開心 對 沒錯 他就要施行他的權力 而且有錢人也有這個特性 有 專門投訴別人的噪音 對 沒關係的事 對面海 沒錯 對面海聽不到 對面海聽不到 看到人開心 他就少了開心 因為你不應該得到開心 因為你是窮人 你應該優秀 還有一些出錢 找人做工的人 都不喜歡做工的過程 很開心 你的老友Lina 他不出OT金錢 不是我的老友 他那時候不想出OT金錢 原因就是我們開工的時候 我們很喜樂 我也明白了 有很多僱主 使得那個姐姐的用人 什麼都不行 在家裏 穿拖鞋也不行 赤腳也不行 拜神也不行 拜神也不行 做什麼都不行 因為如果出了錢 你就應該 屬於他的 你工作的時候 不是叫他來開心 他想他開心 這個觀念 我覺得很錯 那個人做工都很開心 他的效率必定高 還有做的事 可能會更加好 我們當時做領袖 或是做主管 就設辦法令人上班 來尋開心 因為你是西方的思想 希望你帶著快樂來上班 帶著快樂來走 因為當時又歡樂今宵 昨晚說過 使得你整個效率會太高 但現在你說的 就是因為我想我開心 我再有權利的開心 我不管你 其實中國人 每個人都想皇帝 沒錯 皇帝以外是什麼 就是乞衣 兩種而已 沒錯 因為他們生活中有兩種 都是一個二元化 很可悲 兩邊極端 所以我以為是討厭中國 其實一早已經討厭了 老實說 這就是所有禁忌的容處 但那些儒家的忠容之道 沒有了 中國人都沒有了 說是一回事 做是另一回事 沒錯 你現在說的那些 近時的學校有很多禁忌 你不准帶武俠書說去看 怕你看了之後會很打斷 不是 原來用你這個解釋 我完全明白 你越喜歡他越不給 他的權力 他的老師就看 他的校長就看 我小學去縮營 學校縮營 我帶了一個CD player 聽到收音機 但我不聽收音機 我播CD 被詩山周到 沒收了 以後還給我 是剛剛聽完 他聽完 對 這個不知道有多少台 廣台 廣東廣西 那就是 我從來沒有聽過電台 真的不是我 他沒收了之後再去聽 我小時候不停被人沒收一些東西 我把一些興趣 很喜歡跟同學分享的 例如小學戴相機回去 又被人收了 但因為很貴重的物品 他也不敢保持 所以叫我以後不准帶 中國時我戴電子琴回去 又收了 沒有影響 但問題就是沒有道理 總之這原來是權力 我當時的權力 他權力的私行就是 不准你看武俠小說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現在今天我明白了 原來他的權力全都明白了 因為他拿了我的書 他看完給我 你說你讀書的時候 不准看武俠小說 然後他心想 那些年輕人為何不戴癌書 憶阿叔也好 但是你知不知道 民間又說不可以看水壺 那是清朝的 水壺、紅樓、三角都說不好看 因為老爺看三角 水壺傳悔人悔道 現在變成中國古典小說必看 武俠小說現在老師勸喻學生 麻煩你不看小說也無所謂 你看看武俠小說 你看看金融、梁宇生 你看看你中文寫得那麼頑 你學人 我們那一代 我們一看的武俠小說是長大 但他又不說 沒有性趣 他不說那時候 在我們七年代八年代 是沒收的 不要說你上行看有沒有收 你在書包裏面 找到武俠小說 你也是禁忌 你那時候的年代 共產黨都沒發難 中國人的基因就是這樣 中國人的基因就是權力欲 教會學校就算不是中國人的學校 都是這樣的 我有沒有說過 我以前在體育課 脫了衣服 然後換一件體育衣出來 還是弄髒了 有個人脫了一件體育衣 就穿了一件體育衣服 現了一個魔鬼的品牌 慘了 這樣都被人 還被人公審 站出來 這個動物 有天使不穿魔鬼 天使不穿魔鬼 天使不穿魔鬼 就穿魔鬼 真人真事 那間中學就是黃之鋒 同學一起讀過那間中學 就是這麼專制的一個基督中學 所以我不是這麼反叛 可能有關 我中學的時候 然後秋天可以裏面穿一件背心 灰色的紅邊 我媽那時候學會穿衣服 她穿了一模一樣的 給我穿 不行 因為你穿 不是買 你沒買它 我買了 我媽剩下一件一模一樣的 都不行 今時今日是給我 還是從她的賊 她是知識產權 不是知識產權 分架 我又是說中學 她沒有說是禁忌 但不知道為什麼 又是禁忌 中學同學 中一的時候 天才表演 音樂堂 要找一件事 表演給大家看 不知道 有個表演 聖誕節的時候 就選拔了 我們三個人 是死黨 我又不喜歡唱歌 兩個同學唱 中間就過門 吹口琴 那是林子祥的一個人 夢女隱恩見著你 都不是很露骨 Bang 全班 每個同學都沒有我們表演得那麼好 有唱 有樂器 因為就是一個人 不是因為裡面的歌詞 成年人的愛情故事 怎麼搞的 中學 找多幾課 找多幾字來講講這些 我想說很多人共鳴 難怪我真的這麼憤怒 真的養成 我也聽到憤怒 很離譜 接著叫匯基中學 頂你的股 下星期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